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据悉,今年夏天时有球会报价了马体会前封祖奥菲利斯,金额未一亿欧元 这份报价是由文迪斯转交的 彼时文迪斯希望能够说服马体会放祖奥菲利斯去拜人 这份报价是由拜人给出的 在罗巴利云杜夫斯基走后他们需要补强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马体会依然认为祖奥菲利斯是可以迎来爆发的 因此他们不愿意出售葡萄牙前锋 但如今祖奥菲利斯在马体会更衣室中致造了问题 这位葡萄牙人已经连续八场比赛坐冷板凳了 有人认为球会应当在今夏出售他,尽量止损 在祖奥菲利斯还在宾飞加的时候 他的知名度犹如做住火箭一般迅猛的窜身 彼时有机家球会迅速地注意到了这名葡萄牙球员 2019年的时候马体会购买到了祖奥菲利斯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拜仁曾想引进祖奥菲利斯 他们给过报价 拜仁已经开始购思求对境攻陷的未来 他们正在寻找住合适的射手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